哈喽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我是Sara 嗨,今天呢我要來拍一支非常浮誇的廣告裡面出現的產品 沒有錯,我要來實測他們 然後我只是有一次,只是想要問大家平常在IG上面看到的廣告有哪些 就只是想要看看哪些東西打廣告比較多,然後比較熱賣的產品 結果我換來的是大家說這些非常浮誇,很誇張的東西希望我去做實測 然後我看了以後就發現,這我一定要試的,OK 那我們總共有三個粉底系列 然後因為是三個不同的底妝系列,所以我會分不同次數拍 雖然對你們來講沒有影響,因為你們看起來就是都在同一支影片 但是我會換不同服裝,然後膚況什麼東西又不太一樣 但總之先講一下 哈囉,我是別的時間線的Sara 在我們影片開始之前,我這邊有一個好消息 今天要來跟大家說一下,自從我們之前應該說你們說不定已經到處看到的 Bruno的掛燙機嗎?蒸氣運動,我都是這樣叫他 然後按了鈕就會噴煙,然後就可以把衣服燙平 反正這邊都有很多示範的影片,然後這支之前真的大家都超愛 買得非常開心,然後連我開完團之後一直陸陸續續都一直有人問說 Sara還會在開嗎?然後你們如果有沒有發現的話 前一陣子我其實沒什麼在開團,因為我覺得開團很累 然後跟有很多產品我都要一直就是去想辦法顧及確定真的是超級無敵好用 確定可以賣給你們的 然後我就很懶,所以其實之前就是有拍一些保養品類 但這個是我已經開過,然後已經確定零負品 然後一大堆人都說超級無敵好用 然後一大堆人也在敲碗說 Sara什麼時候會再開一次就是Bruno掛燙機的這個團 所以yes,從今天開始到我不知道去追蹤我的IG看一下大概什麼時候結束 但原價要2200還是2300吧 它就是直接團購價是1580 然後我只能跟你說1580買到一個這樣子的掛燙機 你們有看到示範影片的話超級無敵划算 有夠好用,療癒到不行 我現在真的聽起來像是直播叫賣節 但是我不是做直播,也不是做叫賣的 但是團購的部分 這個用過,賣過,零負品,go! 買起來,yes,跟你們說一下而已 嘿嘿嘿,等一下其實今天 掛燙機他們要特別跟大家說一下 他們出了一個粉色 重點是,就是一個超好看的粉色 不是那種,我一開始聽到粉色的時候就有一種 嗯?該不會是,你知道,Hello Kitty,充滿少女 但沒有,就是這樣子非常中間色調 就是mute,英文我只能想到mute 就是有點低調的那種粉色 所以其實說實在,你要說它是粉色嗎? 好像硬要說的話可以說是粉色啦 反正這個顏色也非常的好看 就是很適合拍照 用起來我個人是不在意它是什麼顏色 你自己在使用的時候看起來順眼 這種中間色調的顏色 就是讓眼睛會很舒服的顏色 所以這是他們的新色 參考一下 那我們進入影片的部分嗎? 那第一個呢,我等一下會先測試的是這個 渡邊直美這個非常厲害的 不是渡邊直美出的 就是渡邊直美非常推的這個粉餅 那我是不太清楚是什麼狀況 但是我只是知道它的網頁非常的凌亂 然後就是那種,不是我看過那種非常專業的官方網站 就是裡面充滿了一大堆自己的產品的推銷廣告 但渡邊直美很推 然後你們也有很多人想要看 因為他們這三個粉底的妝效 在廣告裡面都非常的無敵誇張 所以我非常的想要來試試看 對,然後再稍微想一下 你們還有這個香西兒 沒有錯,不是香奈兒 是香西兒 對,他們家的氣墊粉餅 然後還有這個韓系非常火紅的這個 Parnel Parnel 還是Parnel 他們的氣墊粉餅 這個包裝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可愛 然後這個的廣告我們就不太清楚 但沒關係,我們等一下進入測試的時候 都會給你們看一下那個浮誇的廣告 像什麼樣子 然後你們也很想要看我去測試 這些產品的真實性 這些廣告的真實性 然後我看到廣告之後 我就覺得 OMG 我非常的想試 所以我就是買了這三樣的底妝系列 那如果還有更多很誇張 然後你也非常想知道那個廣告效果到底對不對 請在下面留言分享讓我知道 然後如果喜歡這類的影片的人 不要忘了按一個讚 你們知道多一點讚 我就會覺得 喔!這影片比較多人想看 然後就會多換 YES 好,那首先 我們就先來進入這個 這個是 Saphine Saphine 我不知道 好,他們這個官方網頁就是充滿了 就是看起來我個人覺得 有一點點廉價的插畫 就是這個插畫就 然後就是渡邊直美的影片就放在這邊 12小時 完美持妝 然後 你剛剛看到我花了這麼久 沒有錯 他們就是充滿了一直在推薦自己的廣告 我個人對這種官方網頁會比較 沒有那麼有興趣 然後何況他又有爆炸檔 反正我覺得他就是資訊量太多 所以我剛開個網站 他就整個 盪到一個不行 然後 我發現他沒有廣告 你知道 就是不是那種廣告小短片 他是渡邊直美自己上給你看 這樣子 對,很張的粉盒 而且不知道為什麼 只有粉餅而已 就是那種一擦 然後就是遮起來都就是爆炸好的那種 然後哇靠 幾秒就沒了 OK 非常快就沒了 那他剛剛手上拿的呢 就是這個 那我只能說他剛剛臉上有很多痘痘啊 然後什麼鬼東西的 然後一遮就全部都沒了 我們今天臉上也是有 我臉上一直都有的 缺斑 YES 所以缺斑 如果遮得掉 而且我還有一些這種過敏的 紅紅點點的 所以 照他剛剛來說的話 應該可以全部都遮掉 然後 我是買他們所謂的大眾 Popular的顏色 然後這顏色好飽深的感覺 我還沒有摸過 所以有點害怕 然後剛剛我看到另外還有一個 渡邊直美他的一個影片 然後就寫說 喔現在有盒子囉 然後趕快去買 所以我就是 要把它放到這個盒子裡 然後這個盒子就是這樣 其實就是一般 不是我的菜的包裝 但也沒有到醜 那我們就先把這個打開吧 我是OC100號 不就這樣放上去嗎 他有要附個什麼 棉膠之類的嗎 他就 OK Anyway 我就先刷色 第二層 我在 第三層 我覺得看起來沒有特別遮掉什麼東西 雖然現在手臂上能有什麼東西可以遮 但是就我下面有一些青筋啊 我自己看得到 其實沒有被遮掉 但誰知道 說遇到臉上才會work他的magic OK 再把它卸下來 你看顏色好像是不是橘色吧 Anyway 那我就要用它裡面附的粉撲 就是粉撲沒有什麼特別 但感覺不是很爛的粉撲 我只能這樣講 好那我就先把這一邊蓋掉給大家看 它真的是幾秒就完成了 所以我們也不能花太久的時間 我先戳爆 喔 對不起我是戳太大力 看到了嗎 它中間已經結塊了 先試再說 在粉餅上也是大結塊喔 有乾皮 我的錯 顏色沒有想像中的深耶 OK very good 雖然結塊也比想像中的黑 嚴重 我其實完全沒有想過它會結塊這樣子 你知道有時候很多結塊都會說 因為會手指上的油脂去碰到 所以才結塊 但沒有 我剛剛是完全只用這個粉撲 它是結塊的 沒有油脂 Alright 那我現在這樣反覆用可能有油脂 OMG 我知道我的皮膚比較乾啦 所以我們先不管乾皮 因為其實我也沒有在單用其他粉狀的粉餅 都還是會加定妝 用粉底液一起使用 幹好噁喔 對不起 我覺得沒有要雞蛋跳骨頭 但是我用過其他的粉餅不是長這樣 然後我目前也沒有看過其他的粉餅會這樣 OK 如果有這個創辦人的話 你可以拍影片跟我說我用錯方式了 但我是真的不知道粉餅 除了這個方式以外 還有什麼方式可以去上粉餅這件事 其實整體看來妝感不差 我們如果就是不要去看我的乾皮之類的 讓我知道乾皮就是很難無視 抱歉我剛剛把窗戶關起來 現在顏色比較正常一點了 OK 回到剛剛 我現在覺得整體看起來 OK 我是花了比杜邊直妹剛剛示範 大概還要10倍以上的時間 10倍是誇師 但現在看完 總體 真的除了乾皮不說 Not bad 看起來蠻好看的 而且顏色是OK的 But 首先這個粉撲看起來非常的噁爛 然後這個粉餅 我只是畫半邊臉 粉餅就長這樣 怎麼辦 妝感真的是不糟 這樣要怎麼評論呢 就是 因為我絕對不會說 OMG快買 因為這樣子才用一次而已 你有看到它這個斜塊的那個嚴重性嗎 超噁耶 現在摸就摸不太出什麼東西 你下次要用的時候怎麼辦 OK 我要另外一邊來上別的粉餅 那為了公平起見 就是不會拿什麼專櫃之類啊 什麼Makeup Forever Dior啊 我們就來使用1028超好用的粉餅 雖然我真的還沒有單 只用它過 就是至少整張臉 完完整整只用它 可能有 我只是忘記了 總之 我要給就是剛剛那個粉餅一個chance 稍微對比一下 我個人覺得很好用的開架粉餅 我的粉撲是要來使用剛剛這個 Selfin裡面 附的粉撲 然後我就是用另外邊這個乾淨這一面 好 我們就先轉它 你看什麼都沒有 就稍微開始有點飛粉而已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這個遮瑕力好很多耶 但會不會是就是Selfin的 他們厲害的地方 就是它遮瑕度沒有很好 但是妝看起來很完整 沒有那只是我在猜想 我們來看看枕上完的妝感 怎麼會這樣 幹我現在不是在黑102吧 先說first of all 完全沒有結塊 一樣就是這麼的smooth 然後有刷色 你就可以看得出 OMG就是這麼的細滑 我就是乾肌女士視野 所以我們的乾皮的地方 還是會顯現出來 然後尤其是這塊特別嚴重 那是我自己的問題 那我們沒有乾皮的地方 看起來還是偏有點乾 那個我平常都是搭配粉底液 一起去使用 所以比較不常看到這個問題 然後這個Selfin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唸 但是我就是決定怎麼唸它了 Selfin這一塊 真的就是上上來之後 是服貼肌膚的耶 遮瑕度不是那種就是超級無敵厚 但說實在粉餅 遮瑕度是能有多厚 欸我真的蠻喜歡這一面的妝感 但我真的不能接受 這是真的 就是我今天如果真的要我買 儘管妝感這麼好看 我如果用了一次粉餅就要長這樣的話 我會拒絕 我絕對會拒絕 稍微摳一下 看看會發生什麼事情 欸摳起來的時候 我感覺到它是比較 有點偏粉霜狀 它是自己好像還有一點點保濕度的那種感覺 所以難怪它比較沒有那麼的乾 you know 然後Selfin的這個測試就到這邊結束 我覺得我應該還是不會再用它一次啦 我如果真的想到 搞不好會 但是就是 我自己不會想要繼續使用 然後我自己也絕對不會去推薦 除非你不介意 就是結塊這件事情 我是自己看到結塊心裡 欸會很不舒服 但是如果你覺得還好的話 其實你硬挖 它是起的來的you know 好這邊會放一個 幾個小時後的妝感是長什麼樣子 接下來我們就來進入我們的 香西兒的氣墊粉餅試用 好的 另外一天的Sara出現 我們接下來就來用它吧 香西兒 那我個人是覺得 這支影片 所有裡面底妝裡面 我個人覺得 我最期待 然後它的廣告也是 我個人覺得 非常非常之勁爆 它是個氣墊粉餅 然後我還一起 買了它的蜜粉 但我們先看廣告 這個臉上都是水 先不說雨 到底是真的還假的 然後氣墊粉餅就這樣上上去了 這個我沒有在臉在有水的狀態下 上過任何的氣墊粉餅 而且肌膚看起來超光滑的 這個人要嘛就是皮膚 這個是超級無敵好 這廣告看到誰都覺得很屌吧 而且重點也是超多人傳這個給我看 就是我那時候在問現實動態的時候 很多人就說 Sara你趕快看這個 然後你看 它還用面紙 然後完全是乾的 OK 那今天我要實測的話 當然一定也是要臉上都是水的狀態 所以我會請到我的男友亞當 來幫我上一下我們底妝的部分 那我等一下就叫他進來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這個包裝裡面有什麼 這個是 劉金智 琴無瑕氣電霜 嗯 我不知道他們的名字 每次都會覺得有點Mouthful 難念 好 然後它這邊打開是這樣子 好像很澎湃一樣有沒有 唉唷 先說它後面這裡有一個這個不知道什麼東西 看起來有點髒髒的 好 看起來有些耳 但是怎麼講 我們都說要拍了 所以就只能拍到最後 而且我等一下要去吃火鍋 所以順便做個小實測吧 然後上面這個是替換妝 裡面就是替換蕊的意思 我這邊包裝我不是很懂 但是先把它 好 喔 對 就是另一個盒子 太難拿了吧 然後對就是它裡面的替換粉蕊 那我先來摸一下它的質感 對打開它這邊有貼紙 上面有中文 有日文 有英文 喔 它那個裡面給的粉底 很多 味道其實沒有很重 是什麼味道 其實不太清楚 我買的顏色是 象牙白 然後你們可以看到的是有沒有 它已經滿出來了這樣子 但是好適 因為有時候我都覺得有些氣墊粉餅 真的有點太少 就是這樣 遮瑕度感覺不錯 而且滿服貼的 至少在手臂上 好我們今天準備好 心裡 心兒蓬蓬跳 我得說我有點緊張 但說不定超級無敵爆炸好用 它的評論好像還不錯 然後有很多非常多人買 但是也不知道那些到底是不是 花錢洗版來的東西 但就是為什麼今天我要check it out 只是真的出自於好奇 也可以想看著大家們一個我的意見 然後它給的這個Sponge呢 如果你們有看過現在小紅書上面 有那麼多別的好用的Sponge 拿到這個 你就會覺得還蠻爛的 很薄 完全沒有任何彈性 但人家影片裡面就是用這個 我一定也要用這個 好那我們要請一下幫手 Adam Can you come in and help me? 反正我請她一直噴水 Not now 噴到 盡量可以像那個女生 就是那個時候的狀態那麼多 反而我就是要跟那個女生 用一模一樣的上妝方式上妝 完了我的頭巾會撕掉 好算了沒關係 好來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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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吧 試試塗我的眼睛 這是我的目標 哇這是你的T-Shirt 喂 我不知道我覺得沒有很服貼 先繼續 太白了 我知道 我剛剛看了 我忘了我的肌肉 太白了 我的天啊 好來 停一會兒 不行我現在需要她正停噴水一下 這妝感超醜的 大家等一下 有沒有 我跟你講我剛剛妝前的保濕什麼東西都做了 等一下我整理一下 我先做一下剛剛的時間 你需要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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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需要更多 你欺負了 你還在做好時間嗎 看全濕了 還是有一點點 是有下來 一點點 那個是唇膏比較多 我剛剛 紙巾我是壓的蠻大力的 但是就是這一整個就是非常的悲慘 但我也在思考說 會不會是因為真的是水 他媽真的太多了 所以我等一下另外一邊 我想要試試看 沒有水的狀態 然後上一整個妝 但目前這邊的妝感看起來 真的是糟糕透了 糟到一個不行 那我先再多疊一些 看能不能把它挽回就回來 我沒有辦法從頭到尾都一直 用那個水這樣噴 我沒有貼膠帶在臉上 我雖然有點不太清楚 為什麼要貼那個膠帶 看一下遮瑕度吧 現在上好像又稍微正常一點了 剛剛真的是大噴水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妝感看起來沒有很優 但現在看起來是蠻正常的 但是遮瑕度其實沒有很高 就是一個蠻普通的氣墊粉餅 沒有到糟 那我來試試看能不能遮瑕度高一點 因為我覺得那個影片裡面的女生 她那個遮瑕度看起來有點高 我這邊呢 現在看起來是遮瑕度中間偏低 但現在看妝感沒有到太糟 除了就是真的是 超級死白之外呢 你知道有時候 別的粉底的象牙白 在我臉上會太黑 所以這個象牙白真的是非常的象牙白 所以能不能有規定啊 就是顏色是什麼顏色 就應該要叫什麼顏色 就是要先通過什麼檢測 才能叫你的顏色象牙白 簡單看起來 目前妝感還不錯耶 我現在上完然後我噴一下水 然後 這是衛生紙 我現在不要壓得那麼用力 我剛剛壓得那麼用力 真的是有點過分對不對 我臉上有那個衛生紙的這個網痕了 我的天啊 我已經很輕了耶 我輕輕壓一下都會有 怎麼辦 我覺得整體 我雖然就是重複那樣用過之後 還是可以稍微讓她的妝感 看起來沒有那麼糟糕 但是如果要說這個產品會不推啊 上妝之後的平整度啊 光澤度什麼東西之類的 我好難說 但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期待什麼說實在 我再次的把那個妝上好 很莫名的這個粉撲 其實還蠻好用的耶 應該要說 對這個氣墊粉餅來說 這個粉撲還蠻適合的 我總覺得等一下如果真的戴妝出去 妝會掉得非常悲慘 然後我們真的要無視這個擺到 這是四階嗎 就是已經是不同層次的一個東西了 好吧 但是妝拍得蠻快 蠻勻的有沒有 馬上就這樣很均勻 就是有好也有壞 我們先看實測結果 好這邊上起來就很順利 因為就是沒有人在噴水 怎麼辦啦 這妝感怎麼好像還蠻漂亮的有沒有 就是那個什麼公澤機啊 什麼雞蛋機的那種感覺 我自己會好奇 我想要先來試試看 其他的東西能不能上在上面 像是遮瑕之類的 所以我要來試試看 這個是Huda Beauty的遮瑕膏 就我不喜歡也不討厭 其實沒什麼印象 但這顏色應該就還好 因為這顏色對我來講 就是平常是覺得有點白 那對於這個 我們現在這個粉底來說 它應該是顏色蠻正常的 可能還深了一點 等一下我出去會不會妝就是超級恐怖 唉唷有耶 暈的進去 好 這是我目前的底妝的樣子 其實我原本的臉 跟脖子好像這樣看起來好像沒有擦到太多 可是我原本的臉泛紅太嚴重了 接下來要來進入他們家的蜜粉 那跟原版的這個氣墊是同一個系列的包裝 裡面就是一個一樣質感沒有很好的粉撲 它的貼紙 它貼紙都貼歪 有沒有看到它蜜粉露出來了 我在撕貼紙的時候 蓋子就全部一起起來了 被稱好 太緊了吧 那麼就趕快定妝一下吧 我喜歡這個網子 這個網子比較好抓粉 雖然抓到的粉有點太多 我以為目前用起來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就是透明的也沒有什麼太嚴重的味道說實在 只是那個剛打開的時候那個包裝 會讓人家有一點害怕 就是安全的問題 因為它蓋子沒有封好 我覺得蜜粉好像就是有上跟沒有上 沒有擦到太多的那個感覺 可能需要粉撲 好我們就用它裡面的粉撲 給它爆 有沒有 就剛剛都還可以看到一層光澤對不對 它是粉質太細還是怎樣 我在用蜜粉刷的時候 覺得它的這個妝有種扯扯的感覺 就是你知道嗎 摸一下就會掉的那種感覺 好 我覺得有一個可能性 因為我覺得它的妝有點 沒有很叼在臉上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現在手先這是獅子巾 先把它這樣子給你們看一下 獅子巾上面什麼都沒有沒有錯 然後衛生紙擦擦 然後這樣子摸一下妝 沒錯 看到嗎 妝有點掉下來了 如果你們剛剛有看到 我是怎麼樣再上它的底妝 然後跟怎麼樣再上它的蜜粉 我的蜜粉已經不知道要怎麼樣才能再上更多 它的蜜粉有點黏不上臉的感覺 它這個粉撲完全不抓粉啊 不行 小小的怒 好總之我現在先去把我們其他妝的部分畫完 我再回來講一下總體的總結 因為我想要看其他產品在臉上畫起來的狀況 稍微小小的報告一下 所以我先去畫一下 好的 我回來了 我把妝畫得很清淡 然後意外的挺先的吧 對 然後呢 我其實我剛剛在上修容腮紅啊其他東西 完全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這是我非常意外的 因為我用摸的它不是就直接下來 所以我以為刷在刷的時候它就會直接把底妝全部都燒走 但是呢 其實我們仔細的看 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瑕疵 然後有看到我就是嘗試要畫的臥彩 我們先不提它 那我們看一下有沒有這邊 就開始有很多乾裂的痕跡出現 各種地方 現在可能比較乾一點 然後我是不會推薦買 但是如果你要買 我也不會覺得是一個非常糟糕的idea 然後 對於它的影片 是不是 誇試 我這樣用完以後 我就很難說 它誇試欸 說實在 因為我剛剛試的東西 就是也是都有 雖然剛剛在上底妝的時候 的確是 看起來水混那個底妝 這樣子在那邊拍 沒有到很優 但是一般來講 正常也不會那樣上妝 但是只是一般上妝的時候 我這邊的底妝 其實看起來還不錯 但是它沒有讓我感受到之前 就是嬌藍或者是Loreal 24小時的那兩罐粉底液 就是的那個服貼感 然後它摸起來 跟就是它在臉上感受起來 都會有一點點讓人家覺得 不是很安心 但如果只是說 就是它就是個底妝 然後你今天 你想要下雨的時候 在外面用力的淋雨的話 就是可以考慮一下 對還不錯 總體我沒有什麼太大的意見 那就是這些乾裂的地方啊 就是其實也有在思考 是我的問題呢 還是產品的問題 總體來講我沒有覺得它 超級無敵爛 我原本會以為它很爛 可能是因為我原本就想說 喔你一定很爛 然後用起來 有一種 沒有很爛 可能是因為這樣我才沒有到 大受打擊 就是對於這個氣墊粉餅 直妝感 是吧你自己說說看 是不是還行 好那我們接下來要去火鍋店吃飯了 吃完火鍋我再直接回來給你們看好了 因為我應該不想在外面做實測 不好意思我剛剛完全無視了 它就是大雞腺這件事情 我忘了講就是乾皮大雞腺 Yes 講一下 我回來了 雖然這集有一盞燈而已 但你可以看到的是 I don't look so good 該裂開的全部都裂開了我覺得 就是你知道就全部都分解了 就是不是說奶油肌 就是其實欸 始終效果不著 就是我覺得有沒有 該在的都還在的感覺 但就是這些的裂開有點 不是很漂亮 所以簡單的說就是還是不要買 看我拍就好了對不對 好啦其實旁邊的妝看起來比較漂亮 我剛剛忍不住還是用Dior的這一塊 補了一下我的外圓 因為我臉色太白了 我覺得那樣出去的話我會不能接受 而且被光照到反而會更好笑的感覺 而且你現在可以看到就是有沒有 中間這一塊就看起來特別的白 Yes Anyway我不推 然後它沒有到超級無敵無敵霹靂爛 就是一般爛你知道嗎 然後防水就是個噱頭 就是可以在水中上妝 就是真的就是個噱頭 真的是 嗯就這樣 好那我們回到妝還很完整 看起來可能蠻漂亮的Sara 那我今天把我們這個也是很多人在推 然後也很想知道效果的這個 HARNELL這個氣墊粉餅 跟這支影片這兩個莫名其妙的底妝放在一起 希望大家沒有很介意 那接下來就是要進入這個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第三個底妝 沒錯 就是在網路上非常紅的叫什麼 積雪草什麼鬼東西的 PARNELL 不知道怎麼唸我會唸PARNELL OK 我那個時候是問大家想要看哪些 就是在廣告裡面看到的產品 很燒的 那這支影片變得好像有點像是 比較搞笑的影片 像前兩支就是渡邊之眉的那個 那個還好 但是最搞笑的是那個 你知道超級無敵防水的那個 不知道怎麼唸 S-C-H-X-E-R-L Yes 反正就是莫名的 就變成有點像是搞笑review產品的感覺 不過總覺得這個呢 終於好像是一個比較正常一點的 我一樣都沒有看其他人的review 我只是看到很多人說 也想要看這個 然後他們跟另外那兩個搞笑的產品 就是一起有被人家要求 所以我就把這個跟他們放在一起 還是其實這個也是超級搞笑的那種 我不知道我沒有看到它的很誇張的廣告 都是很多人在推薦 然後說很好用 所以我現在就試用來給大家看看 好那打開之後呢 它就是一個非常韓系 對啦韓國的品牌 所以吧 這個包裝其實我很喜歡耶 這外包裝 它整個是這樣子 森林還有湖水跟房子的這種包裝 看起來就是非常非常的有質感 然後我是21號 不確定21號是不是我的顏色 然後打開來就是這樣 這個粉撲 偏薄一點的粉撲 然後打開我們現在我先把這個撕掉 好 有那種香香的藥草的味道 應該說什麼 有點像那個小護士的味道 慢受的問題 但是一點點 沒有小護士的味道這麼濃烈 你知道 真的有微微的小護士的味道 對我的妝前保養什麼東西 這應該都是都做好 有沒有我現在就是一個非常 Q嫩 就直接一個沒有上妝前乳的狀態 直接來試試看我們粉底的質地 那我就這樣按 兩下 輕輕按 這樣子量應該看起來是蠻多的 好目前用的妝感就是 其實蠻服貼的 我現在有一個不好的感受 是我好像還沒有遇過 我這一塊有燃燒的感覺 就是我的皮膚 有一個灼熱感 但不是很理解 是因為會是這個粉底的關係嗎 每次都會自我懷疑一下 自己本身皮膚就不是一個 超級無敵 穩定到一個不行的人 OK 所以我們只能稍稍懷疑一下 本底妝讓我這邊有一個 很明顯的灼熱感 因為它灼熱感真的明顯到 我有一點點無法無視 我剛剛想說 有點刺刺的無視 但是現在開始在思考 是不是應該要把它卸掉 然後這一段就算了 但我們先上另外一邊 那在我們上另外一邊呢 之前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個人覺得呢 有服貼 但是有沒有特別服貼 就有沒有比其他的 一般的粉底液都還要超級更服貼 就是會讓我覺得 超服貼就是像 膠藍20K金的一樣 好像沒有 然後它的遮瑕度 算是比較偏低的 中間偏低 但是是漂亮的 有均勻整個膚色 我覺得上完之後 我這一塊的肌膚有沒有 明顯就看起來蠻均勻 比較漂亮 有沒有 畢竟這邊沒有上的 那個灼熱感好像有一點點消失了 我怕的是它越來越嚴重 雖然這不代表說 哇太棒了 就是消失了用爆 就是買爆 沒有沒有 就是你們還是要知道 會有灼熱感這件事情 那就是我卸完妝 還要再稍微說一下狀況 然後我現在有稍微看 它的廣告不是那種影片型的 感覺是被其他YouTuber代言 我好像比較沒有看過 他們不是那種會跳出來 就是嚇死你 然後就是要你一定要看的那種廣告 所以這個積雪草氣墊粉餅 它真的有那個所謂積雪草的味道 所以我們先把它整個裝上來看看 有 灼熱感 而且都是眼睛附近欸 眼睛附近的皮膚原本就是比較脆弱一點 可是相機看妝感怎麼那麼漂亮 可以看到漂亮的光澤 但我覺得真人看起來 就是尤其是這兩塊 就是比較容易乾的這兩塊 看起來妝感就沒有那麼的服貼 但這種旁邊這種比較不會有太多問題的 妝感是看起來蠻服貼的沒錯 真的像廣告一樣用手摳都不會掉嗎 持妝 天啊今天沒辦法測試持妝 還是我要帶這個去打排球 不行我打排球那個出汗量 不是一般人在出汗量的那種感覺 所以沒辦法做到 但我現在目前看來妝這樣上上去之後沒有亂移動 I like it 目前目前 然後眼皮上的肌線是非常正常的一定是會有的 那我來稍微上一下遮瑕的部分 用手指粉撲 oh no 我就知道我有一個預感 這邊已經開始有一點點 這叫什麼 結塊 就是我用手指粉撲在上我的遮瑕的時候 可以看到下面的底妝被黏起來了 就是不是很優秀的那種 我再多壓一些遮瑕 同腹壓的那塊還是有沒有 不是很均勻中間掉了一塊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怎麼會就有那塊 它皮膚還是有點乾 然後這個積雪草的這個氣墊本身 不是我印象中的那種很保濕 上上去是可以把那個乾皮 就稍微緩和一下的那種 它不是 它是乾皮還是會卡上去 看這邊就知道了 就是剛剛那塊 那我的 椒蘭24K精 是絕對會 不是那個乾皮 就把它很溫柔的 環包在它的遮瑕度裡面 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在講什麼 但 I hope you understand 好 這邊 反正就是我現在這一塊 乾的這一塊呢 上了這個積雪草的氣墊之後 還是一樣乾乾的 那我只是想說 把眼睛下面 主要一定要遮的一些遮瑕遮好 那我再沾一點點在嘴角 這附近 我還是要用熟悉的蜜粉來定個妝 然後用這個最近歐美很紅的這個黑粉撲 這個其實在GIN或者是Amazon都買得到 然後真的是超好用 然後呢 大範圍我就是用剛剛那個粉撲的屁股 好嘞 我剛剛有看到網路上的資訊們 然後就是在說這個是遮瑕度非常好 然後還提亮肌膚 然後遮毛孔 就是 我真的很抱歉 我找不到它原始的廣告 我覺得它廣告是都被刪光了 我沒有到就是像駭客一樣深入去找它 但不然就是我們這邊的搜尋引擎 我打這個氣點 就是找不到任何的廣告 都是人家拍的就是實測影片比較多 然後就稍微看了一下他們對於廣告的形容 跟一小小段的廣告 其實就是原本滿臉瑕疵 然後變得就是非常的遮 我本人是覺得我個人自己瑕疵機 是沒有到非常的嚴重 所以我剛剛都已經講了 我覺得它的遮瑕度就是中間偏低 因為我現在就是這樣子是定完蜜粉之後 可以就是很清楚的看到我的雀斑 如果假如說對我來講中間的話 我的雀斑會非常的淡 那叫中間 那偏低的話就是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就知道月球表面上 就是不管什麼斑紋都還是看到 就是超級高遮瑕度就是都看不到 那這個呢就是偏低 然後再來是如果你是就是一樣 有點過敏肌 然後或者是非常乾的肌膚的人 因為我現在其實我覺得我已經沒有到非常乾 但是過敏肌的人可以看一下 我的剛剛說的這兩頰就是也沒有過敏的狀態 但是其實沒有上底妝的狀態下 其實看不到這些乾皮 然後跟像我說的 如果你是有就是滋潤度真的不錯的底妝上上去之後 其實也是不會顯出這些乾皮 但是這個我剛剛上上去之後 除了很明顯的這兩塊很明顯的刺痛感之外 你可以看到就是乾皮們顯現出來 但沒有到很嚴重啦 近看的話你才會覺得我看起來好像有點皮膚病的那種感覺 但除此之外就都還好 但就是一個非常普的底妝 當然這位我們pranel跟前面的兩個 就是底妝比起來呢 我應該說是最喜歡啦 因為使用起來正常也不會結塊 而且就是我說產品本身不會結塊 然後也沒有特別說會不會防水什麼東西之類的 所以我就也不測防不防水 就是一個非常中規中矩的氣墊 至少是我的第一印象 反正我過兩個小時後 我來跟你們update一下 有沒有真的是超讚 對那我們基本上這是目前 我剛化妝開始拍這支影片的時候 大概是2點50幾分要3點的時候 然後中間對我有在那邊摸手摸腳 但總之現在是3點23分 等等見 OK我回來了 我其實默默的就化好妝 然後就是去吃了一點東西 然後不知道 我可能在家裡走來走去整理一下 就開始冒了一點汗 那我們來看一下妝容 我得說我今天使用的定妝蜜粉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植春秀那一塊 那它就是比較控油 比較不能說乾 就是比較污蔑一點 所以呢我覺得我臉這邊 它看起來還是乾的 有沒有看起來還是乾乾的 但是它沒有更乾 就是我自己覺得很重要的 沒有再更乾下去那很棒 然後其他地方就不錯 就是它就是整體來講 就是一個非常中規中矩的 好孩子的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就是這個你要買可以 不買也行 但是如果你是過敏肌 我個人不知道 每個人過敏的方式又不太一樣 人的身上生理東西千變萬化 然後充滿了奧妙 所以我不能說你 就是用過敏肌 就一定會對這個過敏 但我也沒有完全到後面起過敏反應 就只有當下那個刺痛 我知道你知道有時候你皮膚很乾 然後你上保濕的東西的時候 會有那個刺刺的感覺 我會認得 因為我很常會有那個刺刺 然後其實只是因為不夠保濕的那種感覺 但我剛剛上了這個一開始刺刺 我想說可能是因為它有什麼積雪草 會讓我比較保濕一點 所以有點刺刺 但後面發現 欸等一下 然後就是像我說的 後面變成灼熱感 就是有東西就是在燒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的自己的經驗 說不定有很多人都會覺得天哪 怎麼可能 應該很多人用過這個 所以這應該是一個蠻知名的產品 那這邊就是給大家我的自己的一點心得 那如果你是個皮膚沒有什麼過敏症狀的人 其實這顆我覺得你應該會蠻喜歡的 因為我到現在妝容只有看起來越來越貼膚 然後剛訂過妝之後就是整個妝的這個妝感是很漂亮 其實出油的地方還蠻控油的 還沒有看到這個奶油肌的部分出現 就是如果有一些是真的很保濕 比較沒有控油的底妝的話 其實到現在就是兩個小時多了 會開始有一點點出油的跡象 但現在看起來是摸也是沒有 就是鼻翼旁邊這裡 非常斜尾非常斜尾 所以我只能說這個當然是我們今天 出油底妝裡面最好用的一個 但就是也不是到OMG超好用 我個人覺得最好用的氣墊粉餅 我還是喜歡這顆 這顆叫做什麼 Javin啊 不知道怎麼唸 但是這顆代購應該也非常火紅 它是真的 我剛剛說在這個氣墊上面小小的缺點 這個都沒有 然後就是 讚 So 這是我們今天影片的部分 非常感謝大家把影片看完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我希望大家有喜歡 如果有喜歡的話 不要忘了按讚 然後不要忘了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你們還有什麼想看的任何主題 都可以告訴我 我知道很多人想看Vlog 對 十萬訂閱的時候我再思考一下 離開閒不要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開啟小鈴鐺 每次我有影片的話都一定會通知你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